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负担太重了吧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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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这么魂不守舍的 什么事 你别对我这么不耐烦 我来找你 是有事跟你说的 最近 我听到一些闲话 龙小姐怀的是自己亲哥哥的孩子 自己亲哥哥的孩子 把孩子打掉 把孩子打掉 什么 我叫你打掉这个孩子 你以为我不想啊 我又不是没事过 就是下不来你 你让我怎么办呀 哥 哥 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呀 是不是你也听到那些人 哥 你说话呀 你是不是也听到那些话了 说我们兄妹之间 别说了 不要再说了 别说了 对不起啊 我连累你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以为我不想啊 我每天都在想 要是这个孩子 从来都没有来过该多好 没有一天不这么想 可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你让我怎么办呀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想办法 我一定会的 一定会 你们每个人都表现得很关心我的样子 其实呢 我幸福过 你表现得很着急 皇婆俊杰也去稳婆那儿打听我消息 俊杰 不过 我一辈子都不会领她的亲 她去找稳婆 是 什么时候的事 前天 大前天 她去干什么 那你得去问她 她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她怎么会告诉你呢 我不是没有说她 你会告诉她 她是什么 她是说的 她是说她的 她是说她的 她是她的 她是说她的 她是说她的 他不会让人发现的 他那个助手怎么办 放心吧 他不会来的 他不会来 是因为他手上 已经没有证据了是吧 你说什么 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 你已经去过乡下 为什么今天 刚好就在外面 你 乌生 你不傻呀 我本来想着把这件事情办妥了 再告诉你 没想到你先察觉了 你听连生说的我去想想了吧 你看见那个助手了 我看见了 信就在我这儿 给我 急什么 什么事都得有代价 这点你应该懂吧 我说 咱俩虽然是兄弟 但是亲兄弟明算账 你还要看着你 你也没有什么事 你也没有什么事 会认为你 我叫我 你不说个人 你不认为你 姓芳的儿子成了龙家的少爷 这龙家的少爷却成了穷家小户 还和龙家没完没了地纠缠 吴生啊 我这个人啊 最重情义了 咱们俩兄弟一场 我也不想为难你 我也不希望你把万贯家产 让给别人安排 这种事儿我做不出来 我可以替你保密一辈子 但是呢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把龙家的当铺 田产 还有药铺的二分之一给我 你疯了 我绝对不会跟你这样的人合作 龙大少爷 你现在命都攥在我的手里 最好识相点 你从小在我们龙家煮 在我们龙家吃 在我们龙家长大 你竟然 就是因为龙家对我有恩 所以我才不忍心 让别人夺走财产 你竟然 想想自己的身份 现在不是你意气用事的时候 现在不是你意气用事的时候 陆生 我为什么会出现在周吻婆那里 其实我早就去了 你们屋里的一举一动 我清清楚楚 是你怂恿我去杀周吻婆的 人可是你杀的 千真万确 别往我身上推 我只想不到你给我来这一手 我要是不答应 三天之内 巡警局 就会找到老婆子的尸体 那又能怎么样 你当时也在场 你也脱不了干系的 是吗 他手里拿着你的一块玉佩 我说 你跟我玩这一套 你还嫩了点 一桩绅使一条人命 我跟你要这么多 多吗 你这个混蛋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我也就是混合饭制 你这个混蛋 我宁愿去坐牢 我牺牌 我不知道你生气 是因为你走投不路了 我根本要得多吗 不过是家产的一半而已 这件事要是真捅出来 别说家产 你的命都没了 就算大奶奶上下通螺 他要是看见蔡文博写的亲笔信 你这个冒盆的大少爷 你给我闭嘴 徒生 一步错步步错 你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就算你愿意去坐牢 去当英雄 你想想静心 想想孩子 再想想你的冤家对头 观后谱会怎么看你呀 兄弟 咱们俩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有我的就有你的 咱俩联起手来 谁拿咱俩也没有办法 无声 如果是这样的话 周吻婆的尸体 永远也不会有人发现 关后谱的身世 也永远没人知道 这件事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我乒乒乓班 我乒乓班 我乒乓班 对我来说 那这些都对我来说 你 industries 你干什么 我以为我们的恩怨已经一笔勾销了 如果我们的恩怨已经一笔勾销了 你为什么还用这样的态度跟我说话 我为什么用这样的态度说话 你自己心里清楚 难道我们之间就不能有那么一次 心平其合地说话吗 我不管你来干什么 你别以为你还会得手 你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 你已经害了我的孩子 你到底还想干什么 孩子 你们龙家人耍得好手段 但我们关家人都是傻子 你们找那个姓齐的吻婆 给我奶奶拿了一种药 让她悄悄给普尔吃 好让她顺产 结果呢 普尔溜产了 幸好我们关家积德行善 老天爷保佑 你别在这儿装香做事 知道普尔没事 你心里很不舒服啊 你凭什么说 那个吻婆是我们家派去的 说不定那些药 真是顺产药呢 你别再装了 那就是堕胎药 而且那个吻婆 跟你们龙家素来有关系 当初静心在塘边 验身就是她 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别装傻 就算不是你干的 跟你们姓龙的也脱不了干系 我们姓龙的 你们姓龙的 到底要逼我们到什么地步 你们才甘心呢 我就不应该来 你的确不该来 我们关家 不欢迎姓龙的上门 我要警告你 你离我们关家远一点 你们龙家走的孽 我们准备有孙的孽 我们的孽子上 走的孽子上 他不可行 你得到那些孽子上 你得到那儿 你得到那儿 我认为他们 能召善药 你得到那儿 这儿 你得到那儿 很难 我认为他们 我认为他们 你这么恨龙家 如果有一天我告诉你 龙家会有人给你大把的银子 也许你就不会这样 你们龙家的钱 你们龙家的人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别把话说得那么绝 我观后谱 要稀罕你们龙家的钱 叫我今生今世不得好死 叫我来生来世做牛做马 永不超生 我本来是一番好意 我本来是于心不忍 看来我今天真的来错了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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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子 你们姓龙的全是疯子 没问题 你干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普最近对您怎么样 后普 你怎么了 没事没事 娘你来了 你的店盘回来了吗 盘回来了 这一荡一熟啊 损失利益部分 不过没关系 我又不求什么大生意 有口饭吃就行了 都是因为我 后普 娘的店盘回来了 咱们应该高兴才是 钱以后再赚 是不是娘 只要咱们全家在一起 才是最重要的 你怎么能寻得了 莎莎 是你 好 坐吧 有什么话说吧 我知道你跟我们 跟龙家有一些恩怨 是你娘让你来的吗 是我有几句话想问你 说吧 我很想知道 关于当年的事情 当年 我听普尔说过 但是 你们龙家做的好事 你真的想听吗 我等了你一个下午 就是为了这个 好 那我就讲给你听 虚翁 是个好大夫 他最擅长的 就是针灸 你们要干什么 警察 御医房方絮翁 为实验草药毒性 在淮河流域 以治病为名放毒 导致当地瘟疫流行 罪大恶极 满门抄斩 那年 那年 徐翁在淮河流域治疗瘟疫 却被人密参了一本 说他放毒害人 要我们全家抄斩 只有我一个人 挺着肚子艰难逃生 我带着孩子 九死一生 终于混在人群之中 见了虚翁最后一面 就在这时 我遇见了龙大奶奶 她假意安抚我 把我带回了龙家 然而半夜里 我却听到了事情的真相 徐翁根本没有任何过错 她是被龙家陷害 是为龙家顶罪的 龙大奶奶把我们带回家中 是为了要斩草除根 杀了方家最后一根血脉 龙家人做了这么多 丧尽天良的坏事 老天爷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那后来呢 你带着孩子 我带着孩子 拼命地往前跑 最后 滴落了山崖 你把孩子给摔了 不 老天有眼 观音菩萨保佑我们方家 最后一条血脉 不 你也不在乎 你把小老人家都请 祝福 我都要把他带回来 对我 去乎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 你不得了 你听到这些满意了吗 想到你们龙家坐下的恶事 你痛快了吗 痛快了吗 Ef我 告辞了 我先走吧 你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我的爹娘才是我的仇人 我真希望一觉睡醒 发现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 对不起 娘 这两天你没去当铺也没去药铺 你在做什么 我有点事 什么事啊 上次你跟我说 当年那一场瘟疫 我都不得了 怎么又提起这件事啊 我只想知道事实 什么事实不事实的 事情过了这么多年 谁又跟你提起这件事了 没人跟我提起 我就是想忘了 这儿不是说 娘 武生 当年那场瘟疫 根本就是无头公案 而且 也不是我们龙家判的呀 那么 当年那个姓芳的女人 有没有在我们家里 住过一个晚上 你怎么知道 星人来找过你 他跟你说什么了 你急什么 你急什么 我 我只是觉得 我好像人 人在家中坐 或从天上来 你只要跟我说 他有没有在我们家里 住过一个晚上 你有没有派人追过他 和他的孩子 王上 你坐在他上去 你坐在她上去 走在我上去 我来不去 你坐在我上去 你去拿下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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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只要我们两个联手起来 一定能干一番大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现在居然去给人家孕妇下药 让人家流产 你怎么这么恨毒 为什么 你怎么这么恨毒 陆伯生 你疯了你 陆伯生 你别喝多了酒 在这撒酒疯啊 你就想着别的人是孕妇了 你有没有想过我也是孕妇啊 对 我都忘了 你也是个孕妇 我跟你说 陆伯生 你根本就不应该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你肚子里面孩子是个怪物 是个怪物 你知道吗 武生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你 你怎么这么跟你妹妹说话呢 早上你跟我说话没大没小 这会儿你 你往死里侮辱你妹妹你 妹妹 妹妹 她是谁妹妹 她是谁妹妹 我声 她是谁妹妹 是谁的妹妹 我声 谁妹妹 你不要碰我 放手 我声 你看看 你看看你们家的好女儿 对孕妇下药 害得人家流产 难怪 有杀人灭口的父母 就有杀人灭口的儿女 你 难怪啊 二爷 别气啊 别气啊 阿淑 二叔 沈子 萧萧切儿了 最近武生心情不好 等他明天久醒了 就明白了 回来才好了几天 又成这个样子了 这日子没法过了 没法过了 有杀人灭口的儿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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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跟着有杀人灭口的儿女儿 你还渴不想 mexican 我对不起他们 对不起谁呀 吴生 说话呀 全部的人 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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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傻了 我不是一个好丈夫 也不是一个好哥哥 我不是一个好哥哥 我更不是一个好父亲 我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不是 我什么都不配 什么都不配 吴生别傻了 我不配 你是个好人 我不是 你是 我不是一个好人 我杀了人 我杀了人 你说什么 你杀谁了 你抬起头来 你说你杀谁了 杀了人 杀了人 你杀了 你说大少爷 酒醒了 从昨天晚上睡到现在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我是宁愿我自己死了 你可千万别死啊 我这后半生的荣华富贵 还迟忘你呢 咱俩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谁也跑不了 你看看你昨天洒酒疯 差点把不该说的话都说了 是吗 没事 说下 掩上 你会不会 我儿子 不许可杀 他要对了 我已经找到 你怎么可能 不许可杀 我说你也真是的 多大点的事 谁家还没点秘密啊 尤其像龙家这种豪门 这只要你不说我不说 谁知道啊 日子还不是一样过 你说得简单 真的可以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吗 是可以不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也别自己作践自己 你是怕我死了 你的钱没地方找 这话说哪儿去了 你恨我 但你需要我 我这个人哪 心计善良 我也不催你 这当铺 药铺 还有钱庄子 咱们慢慢来 一点一点都归到我的名下 当然了 你得有一半 我不能让你去